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L6599的保护电路 这里边呢,它除了用这个光柔保护以外 还用了这个393比胶器 控制这个三机管 这个LM393的八角是接供电的 四角是接地 123是一个单元,567是一个单元 它这个比胶器检测的是输入的高电压 也就是我们300伏输入 当这个输入电压过高的时候 它会实现保护 另外检测这个位置的温度 这个位置有一个NTC的热米电阻 随着温度的升高组织减小 来控制这个芯片的六角 从而控制它的七角输出高低电位 控制这个三机管 这个三机管是NPN型的三机管 它的极电极接我们L6599的七角 L6599七角电压低于1.25伏的时候 这个芯片就保护 并且就锁死了 只有在上电的时候它才能够工作 这个三机管就是保护它的 当三机管导通的时候 由于它发射集接地 使我们这个七角电位变低 所以就会使它保护 另外这个保护的光偶 它的四角是接供电 也就是接我们这个7812输出的12伏 它的三角通过限流电阻 接我们这个三机管的积极 同样是当后级电压过高的时候 它的一二角导通 使四三角导通 把这个高电压通过限流电阻 加到这个三机管的积极 使三机管导通进行保护 另外我们这个比较气的八角 是12伏供电 它的二角是通过限流电阻 在12伏上接过来 然后再经一个分压电阻 得到一个基准电压 LM393三角的曲洋电压 来自于这个300伏的限流电阻 加到三角进行取样 当输入电压过高的时候 三角就会高于二角 由于三角电压高于二角电压 所以一角输出高电位 通过限流电阻 加到三机管的积极 使三机管导通进行保护 温度保护电路 是这个热米电阻 接到我们这个比较气的六角 它的五角也是通过12伏 经一个限流电阻和一个分压电阻 得到一个固定的电压 当温度升高 NTC热米电阻组织减小时 就会使六角电压降低 由于五角电压高于六角 七角就会输出高电位 同样加到我们这个三机管的积极 使三机管导通进行保护 这样就实现了L6599电源的保护 我们看一下这个简单的电路图 当三机管导通时 L6599七角电压会降低 使芯片停止工作进行保护 这个就是LM339 它是一个比较气 四角接地八角供电 它的二角一个基准电压 当300伏电压过高的时候 三角电压会升高 高于二角时 一角输出高电位 这个位置的高电压 加到三机管的积极 使三机管导通 当300伏电压正常的时候 二角电压高于三角电压 这时一角输出低电位 向内部导通 把这个10K电阻上的电压 拉到D 使这个位置为0伏 三机管接止 同样的 它的五角也是通过 线流电阻和分压电阻 得到一个基准电压 然后六角接了一个NTC的热门电阻 当温度升高的时候 这个电阻组织会减小 使六角的电压降低 五角电压高于六角 七角输出高电位 使三机管的积极 得电 使它导通 当NTC热门电阻组织 偏大的时候 也就是温度正常的时候 六角电压 是高于五角的 这时七角输出低电位 使三机管积极电压 为低电位 使三机管截止 从而电路会正常工作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